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精彩继续 只有黎明悄悄消失了 翻看微博才发现 黎明去年发了首很有意思的新歌 这首名为顾佳的歌 还分统居版和已婚版两个版本 观看名字就接足了地气 原来曾经刚刚在上的李天王 再婚做了父亲后 忙着陪伴妻儿 连出歌都与自己的生活 如此紧密相连了 这是不是验证了那句话 你会站在云端拼尽全力 最后终于活成了烟火气十足的样子 莎晓星曾评价黎明 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 在娱乐圈发展比较吃亏 如果能改掉这些性格 必然是款硅宝 确实 《四大天王》里 黎明是最安静 最文质彬彬的那一个 也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 他演了很多电影 还是第一个拿到金马影帝的天王 但能被观众说出名字的电影 只有甜蜜蜜 大成小事和美兰芳 他出了很多歌 天风时期 香港唱片前十名里 他一个人能占三个名额 但是现在提到他的歌 大部分人只会想起那两句 今夜你会不会来 你的爱还在不在 他就是传说中 人的名气 比作品名气 大很多倍的明星 黎明曾自我调侃 他当初跟现在的 很多年轻演员一样 演技一般 唱歌一般 只是现在的演员 生不逢时 如果在他那个时代 都可以成为天王 黎明被记住的作品 虽然不多 但是几段恋情 却广为人知 他有个大名鼎鼎 谈了七年 却从未公开过的 前女友舒淇 因为父母反对 两人最终遗憾分手 黎明为舒淇自杀的传闻 流传了很久 多年之后 金星问他 关于舒淇的话题 他说 舒淇已经结婚了 自己无论说什么 对人家都不会有 好的影响 所以不方便回答 被金星再赞逼问 他用了一次心痛 给这段感情 做了一个定义 在游戏环节 在众多女星中 他把最欣赏的 女人的头衔 送给了舒淇 也算给曾经的遗憾 做了个交代吧 黎明最被人 津津乐道的 就是跟乐吉尔的感情 他们坚持了 八年爱情长跑 却在婚后 短短四年 就形同陌路 用实际行动 验证了那句话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黎明一定很爱乐吉尔 他不止大大方方 公开了乐吉尔的 女友身份 还在媒体面前 多次维护他 公开撒狗粮 跟黎明在一起时 乐吉尔只是一个小模特 大多数媒体都觉得 乐吉尔配不上天王黎明 有记者曾有点挑衅地问他 乐吉尔到底是一个 怎样的女孩 黎明回答得简单干脆 我喜欢的女孩 郭富城跟熊大灵 恋爱七八年 用一句 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知道 就将女友 契入碧履 黎明不同 他给乐吉尔 办了隆重的婚礼 给了她合法名分 他还给了她 最好的物质条件 价值五千万的房子 一千八百万的游艇 一千万的兵力 还有六处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房产 和用不完的现金 据说高达两亿 但是显然 不是你送无数个苹果 对方就一定很喜欢 也有可能 他喜欢吃的是桃子 乐吉尔有一张中国脸 却是个在澳门出生 在美国长大的美国人 他热情 奔放 自由洒脱 黎明是个很安静古板的人 相信这也是乐吉尔 吸引她的原因 记得看过一句话 那些当初 越吸引你的东西 可能越会成为 你们分手的根源 黎明跟乐吉尔的恋情 就验证了这一句 黎明对她很好 但骨子里是个很传统的男人 乐吉尔是知道的 所以 刚结婚时 他曾努力尝试 做黎明理想中的妻子 他洗去了纹身 远离到当初的朋友圈 关起门来学习做饭 还牺牲自己 是黎明的煮饭婆 黎明喜欢高品质生活 吃饭要去高级餐厅 穿衣服也要穿高定 他不喜欢社交 因为随时被媒体围堵 也不太可能 去公共场所自由活动 乐吉尔虽然在努力改变 可是他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他想交友 蹦跌 旅行 吃小吃 跟爱人一起逛街散步 但是很显然 天王嫂 只适合像朱丽切一样 被收藏 甚至倦阳 并不适合做这些事 时间长了 两人矛盾越来越多 不愿再委屈自己的乐吉尔 开始回到自己 曾经的生活杰作 他出去交友蹦丁 被媒体拍了不少照片 落地床照曝光 一劈腿第三者 媒体一真一假的报道 对乐吉尔越来越不友好 黎明不开心 但他自己释怀了 他明白 这段婚姻走不下去了 黎明试图挽回 但是都徒劳武功 这段曾经饱受争议的婚姻 谈话已现后就枯萎了 离婚后 黎明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来 做客精心秀时 他说 对未来另一半的年龄 长相家世等都没有要求 但是不能找外国人 因为他们太容易离婚了 可见 这段婚姻 确实把她伤得很深 跟女助理阿温的感情 相当低调 低调到被媒体发现时 阿温已经快临产了 黎明也顺势承认了 自己即将做父亲的消息 阿温只是黎明的助理 而且之前还有过一段婚姻 对于这段感情 港媒的报道充满爹味 什么黎明重姓 失婚女助理 赐入宫等难听的话 都冒了出来 面对那些不友好的声音 黎明公开发了声明 两个经历过离婚的人 有机会走在一起 已是一种缘分 有了小生命 更将令我成为父亲 并带我进入人生中 另一个阶段 我作为父亲 必须保护好我自己的家人 更不愿意让家人随时曝光 相信作为家长 也会有同感 对于我们的将来 就交给时间去证明一切 可见 黎明真的非常珍惜这段婚姻 阿温可能也是得益于过于平凡 才成了她真正想找的那个人 做了父亲之后 黎明辩了 她分享过女儿的正面照 还配上一句弦外之音 平凡是她的运气 或许 做了那么多年天王 她真的很累吧 她减少了工作量 把一部分时间留给家庭 她的歌 也不再像以前一样 表达浓烈的生死相依的爱情 去年初的顾佳这首歌 没有浮华的爱情 写的唱的 全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平凡情侣也许指向知己 没夸张生死 随岁月流逝 静静在一起 为何还埋怨 谁会真正约会你 一望谁为修好手机电脑 样样完备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她终于学会了 什么是婚姻 什么是生活 凭良心讲 黎明是个好男人 她每段感情都认认真真 没有其他明星那些 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 那段婚姻会失败 是因为少年轻的谈 没搞懂两个道理 一 你给的 并不一定是对方想要的 乐金儿提离婚 黎明肯定觉得委屈 因为她对乐金儿 确实很好 豪宅豪车钞票 一样都不少 但是 她没明白 乐金儿想要的是什么 有太多太多男人觉得 我只要把工作做好 能往家里拿钱 就是个好老公了 他们不关注 妻子真正的需求 把家当旅馆 把家务孩子 当成妻子的分类事 当妻子质问时 他们还冠冕堂皇 我工作忙有什么办法 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但是 大部分妻子 并不需要多大的富贵 他们需要的 只是能一起吃个早餐晚餐 家务孩子 你能插插手 竹木一家人 一起去野外逛一逛 我有困难是你能出现 哪怕生活简朴一点 他们也是愿意的 不要只给你想给的 忽略对方真正想要的 才是夫妻关系 长久之道 二 最好的爱 就是让他做自己 乐吉尔维利明改变了很多 改的不是他自己了 所以他不快乐 有不少男人 对妻子有很多要求 不能纹身 不能穿掉戴短裙 不能化农妆 不能晚归 不能交互捧狗友 不能工作 他们希望妻子相夫教子 贤良舒德 最好不管自己 在外面的花花草草 妻子们为了婚姻和谐 努力往老公期望的方向改变 改着改着 自己的快乐感没了 甚至到最后 婚姻也改没了 一个男人对妻子最好的爱 就是支持他做自己 妻子快乐了 才能给整个家庭 带来幸福快乐 这些道理 黎明懂 有些男人随着年纪的增长 也慢慢懂 希望你的那个他 也懂得这些道理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守候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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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